歡迎回到吳董談大選 董事長 前天 在雲林的台上 他說吼 這個是 混淵嫁妻 花娘家 在台上 欸 轉彎 他說我拒絕一國兩制 如果要一國兩制的話 Over my dead body 他跟這個 黃世堅有交情 講一模一樣的話 他說 他拒絕一國兩制 他怎麼 不是堅持九二共識嗎 變成拒絕一國兩制 欸 董事長這個有效應喔 這個有效應喔 中國的韓粉開始反他了 不爽了 為什麼你韓國瑜竟然可以講 這個拒絕一國兩制 為什麼可以這樣 他們開始在網路上喔 在網路上從中國來的韓粉 開始出現不爽的聲音開始出來了 董事長 這算一個轉彎嗎 這個叫做 韓國瑜初選的憂慮啦 因為他現在初選的民調 一直復健的被 郭台銘追上 雖然 他也看到了他第三次的動員 我們也認為說他動員的情況都是跟同溫層動員 對民調幫助 其實不大 對 這是韓國瑜現在所面臨到的 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那您現在問題是 這裡面就有好幾個人會很傷心啊 第一個中國的韓粉 還有一個更大的傷心的人是誰 是旺宗蔡衍明董事長 喔 你這樣 有告訴他 不過他張立憲 他拜託立憲 氣死了嘛 所以 蔡衍明昏倒了嘛 你有沒有公開跟我講這個 是 你有沒有看過 你有沒有看過另外一個在這個海峽論壇 對 黃志賢 對 中天黃志賢去演講 講什麼 一國兩制是對台灣的尊重 哇 那個是什麼 那個叫做忘忠的黃志賢 是忘忠的黃志賢 好去海峽論壇演講 一國兩制是對台灣的尊重 你台灣是忘忠的韓國瑜 在講我拒絕一國兩制 都是忘忠啊 兩個結果怎麼不一樣啊 到底是要打多少腳踏啦 我認為要打蔡老闆的屁股嘛 你怎麼沒把他關好嘛 他為什麼要搞這個東西呢 我告訴你另外一個事情 是 我跟你講我上禮拜我這個週末聽到一些消息啦 消息什麼東西呢 就是韓國瑜告我的毀謗案的官司啊 檢察官非常積極在進行啊 我也不要講說 這個證人為什麼我都不講話因為已經在傳 積極的傳訊證人跟相關人士嘛 那相關人士最後一定會傳到誰大家也知道嘛 對不對你現在很快的 你現在你馬上就知道的 黃文財就會被出庭啊 對不對 我猜啦 然後我一猜 新莊王小姐也會出庭啊 董事長你不用猜 已經有CAM猜在那邊猜24小時 我跟你講很簡單嘛 我告訴你嘛 他在查什麼案子你知道嗎 他不是在查妨礙民意案嘛 因為我講過一句話我在庭上講一句話 我說上一次北檢去搜索 去執行搜索的時候 黃文財 來奉了 韓國瑜的命令 跑去新莊王小姐家去收拾 寬不怕 你會記得嗎 他是收拾證據收拾證物嘛 結果剛好 調查局的幹員上來 所以他不敢跑 他躲到樓梯間 韓文財躲樓梯間拿了一堆 這個韓國瑜的東西 韓國瑜當天跑去哪裡 聽說是去屏東 我沒有去調查啦 我講錯地方應該不會給你 應該不會怎麼樣 那他怎麼會知道第一 調查局要來 不曉得 誰告訴他 有人 這個怎麼可以告訴他 是 誰告訴他 所以北檢有正式的新聞稿 用他治案在偵查 泄密案 搞清楚啊 泄密案 那個時候是誰是主角啊 韓國瑜是主角 他可以馬上在雞雞啦 傻瓜一個 你以為民進黨是假手的喔 所以董事長你剛剛講的錯誤就是 你的毀謗名譽 案的案外案 對不對 擴大偵查 擴大偵查 我一個人搞五個小時 是 對不對 我不知道 反正我在我是有告訴檢察官說 我有知道這個黃文才躲在那邊嘛 那問題是我就在想這個事情啊 他怎麼可以頭一天就知道 調查局會來 對 他怎麼那麼厲害 對 黃文才可以查他的當天行程啊 大樓錄影帶啊 對不對 他的通年紀錄啊 那原件 蔡崇岸的原件啊 已經 簽結了嘛 對 簽結每個檢察官都可以調出來看 他現在在 講他的那個啦 背信案 背信案還繼續在 偵辦中嘛 偵查不公開了 那個不能談嘛 可是如果現在 偵辦我 這個檢察官 他可以去調 蔡崇岸的那個 增結案卷嘛 就可以知道 王小姐在哪裡 住哪裡 當天有 被監聽 聽到什麼東西 他跟韓國瑜什麼關係 那個小孩有幾個 兩個小孩 一個大的 一個小的 一個男的 一個女的 他會噼里啪啦一大堆都出來了嘛 那黃文才 可能 這樣 等一下就去了嘛 我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偵查進度 但是我就是 猜 這個速度 會很 緊鑼密鼓展開 那緊鑼密鼓展開 我現在問你很簡單啊 那我這個五個小時內容 到時候 我不管怎麼講 月底他一定要把牽結吧 對 要辦完吧 你把我處分掉 把我起訴也沒關係啊 還有透露消息給我的也要被起訴啊 一大堆啊 對不對 一大票啊 那這些東西都起訴以後 變成公開證券喔 你就可以去調了吧 對 律師可以去查案件喔 對 原始口供通通出來了 是 那個時候你韓國瑜還要混嗎 哎呀 如果剛剛好是在民調的時候 這時候 檢察官徵結完了怎麼辦 北檢萬一查到 剛剛好 你民調是7月幾號 7月4號 7月5號 6號 6號 6號到14號 搞不好 剛好7月4號 徵結完了 結束了 你案子通通曝光了吧 韓國瑜不是雞雞了嗎 對不對 這個是 膽大包天嘛 對不對 然後 哎呀 我也不要再講 哎呀 新莊王小姐 我們 反正直播還有時間 不要一次講 我們要多賺幾天的 這個 通告費 對不對 今天就把這個 我先告訴你說 北檢在 積極 偵辦 不會拖太久的 那最後公告出來的東西 所以 韓國瑜 現在搞這些沒用 對 韓國瑜還有第二個問題啊 你現在在談 拒絕一國兩制 那我請問你啊 香港人怎麼看你上 中聯辦這件事情嗎 他就說他親中嘛 香港人現在很反他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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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瑜講一句很重要的話 注意一下 他對 去中聯辦這件事情 他只有兩個回應 從頭到尾只有兩個回應 你要注意 第一個回應 我帶了一堆議員去吃個飯有什麼了不起 就走了 是 他認為那個事情沒什麼了不起 吃飯走人 是 這第一個 第一個回應 第二個回應是 郭台銘說謊 郭台銘說你不可以去中聯辦 我提醒過他 他說郭台銘沒跟他講 他去污衊 郭台銘的人格 那郭台銘有沒有跟你講 跟你去 中聯辦的背後的意涵是什麼 他有沒有論述過這個事情 沒有 從來沒有論述過 為什麼去中聯辦那麼重要 一般人去不重要 你去不重要 我去不重要 我們也不夠資格去中聯辦吃飯 對不對 可是韓國瑜去有意義 有什麼意義你知道嗎 為什麼這一次 韓國瑜要特別安排 去中聯辦 因為 因為 因為要見劉結一 不是見劉結一 那是後面的條件 是見劉結一 但最重要的 為什麼今天劉結一要安排他去中聯辦 這個安排的意義是什麼 這有個政治上非常非常大的意義 你知道嗎 什麼意義 就是習近平的 這個最後的習五條 習五條這一次 提出來 就是在中美建交 這個 40周年 紀念的時候 他提出了習五條 講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對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完了之後 所以國台辦 必須要把一國兩制 這個議題要把他 跳出來 凸顯出來 要讓台灣人對一國兩制有所反應 所以黃志賢在昨天 在海峽論壇 大規模演講 一國兩制是對台灣同胞的尊重 韓國瑜 那這樣講 他只是演講什麼關係 演講 黃志賢是個屁 他有什麼用啊 黃偉的妹妹 那也沒有什麼意義嘛 對 講台灣 知名度比我低嘛 影響力比我差嘛 對不對 他講那個什麼意義嘛 他講的是有一個代表性 有一個儀式化的意義 這個叫做國家神學 你知道吧 他一個政治訊號的暗示性 可以釋放出來 暗示什麼東西 你韓國瑜去中聯辦 等於說 你應該要你跟 台灣香港 台灣跟香港往來 你應該是跟林鄭月娥互動 表示我們主體性 香港主體性 台灣主體性 結果你去看了中聯辦之後你就承認了 香港的一國兩制 主體性就改變了 你去吃這個飯的意思是承認而且還 他認為這個一國兩制因為你就見兩個人 對 你見了他的宗祖國的代表 是 了解我意思嗎 聽懂 他好像一個殖民地一樣嘛 我去見了殖民地的特首又見了殖民地的 宗祖國的代表 他去見了這個宗祖國的代表吃了一頓飯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他跨越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政治的一個紅線 他等於就接 幫一國用行為 用行為 來 見識 我們不要講說是 等於用行為 來體會的這個一國兩制 韓國瑜親身到香港去體驗 香港的一國兩制 各位觀眾 這個大概是有史以來我聽過講最清楚 這個很重要的中聯辦的這個 這個中聯辦的政治意涵非常大的意涵 對 然後他今天 到今天 他只說over my dead body 他叫做什麼 叫做台灣金馬獎 影地 滿大人 滿大人 台灣金馬獎影地 滿大人韓國瑜 這個簡單嘛 他是演戲嘛 但我現在 我現在深論這個事情就是說 你從頭到尾韓國瑜沒有 去解釋過 他去 這個 中聯辦 其中他的理由跟論述嘛 這個是我對這個事情 我們這一般專業來看這個看法 你去 等於是去體驗了一趟 為什麼過去那麼多政治人物 你有沒有聽說過 台灣的政治人物跑到香港去 去見中聯辦 變成一個議題 從來沒有 變成議題啦 可是也沒有人進去 有人進去 有人進去 有很多人去 像他這麼轟動 那是 有多人走走的嘛 為什麼這一次要特別做 而且要讓記者進去拍 中天進去拍的啊 為什麼 要讓他 見識一國兩制的這個體會 可以procast的出來 然後他要呼應誰嘛 呼應習近平 呼應習近平的習武條 這個重要在這裡 這個對國台辦太重要了嘛 我的成績就是我幫習近平的習武條 然後在韓國瑜身上落實了一個形象出來啊 這太大的事情了 所以劉潔醫師對韓國瑜是感激到 當然是感激得不得了 那韓國瑜到現在 今天 對他這個事情 他到底是無知 還是回避 這兩個 然後他現在故意用民粹 Over my death party Over my death party 我發音差點不準 什麼爛話嘛 什麼爛東西嘛 對不對你的基本東西回避問題嘛 然後再跑去胡說八道 你看今天跑去跟蘇貞昌玩假嘛 對說沒有給什麼登革任 結果 人家補助款早就給高雄了 你要你要幫高雄殺蚊子 你韓國瑜 隨便去調個幾千萬出來有困難嗎 你為什麼要去跟蘇貞昌秀一下 還去跟蔣經國秀一下 還跑去這個立法院搞一下 還去見王金平 就為了一個登革日 為了五千萬 你覺得高雄市政府 去隨便撥用五千萬有困難嗎 他說他欠三千億很窮啊 好嘛 那我現在請問你嘛 那你高雄市政府前面有給做預扣兩百萬 台灣歌曲研究費用 對 台灣歌曲研究兩百萬一天就給了 喔馬上就給喔 那他有沒有去 他有沒有去查過呢 對 他有沒有追蹤過這個事情呢 各位觀眾我特別講這件事情 我要求過很多那個高雄市議員幫我們查這個案子 結果沒有一個國民黨的議員願意接受這個委託 這就是今天韓國瑜他的兩套說嘛 是他故意要為了搞初選 他為什麼要搞這個東西 他就不斷的用行為上 另外他跑去磁湖 去看蔣經國 這個更混蛋你知道嗎 他說蔣經國是什麼 他說蔣經國是什麼 他說蔣經國是胡雪原啊 我都昏倒了 胡雪原這個貪官污吏啊 搞什麼 這個程度差到一定的程度啊 蔣經國 一生青年 他死後我告訴你 連那個他的老婆 到最後 生活都有問題 蔣經國在台灣要當官要貪污 太容易了吧 對 我告訴你 她的俄羅斯的太太 有一年要想要回俄羅斯去看他的母 看他的親戚 蔣經國的夫人叫什麼 蔣芳良 蔣芳良女士 我跟各位報告 沒有錢買飛機票 我的天啊 這個就是蔣芳良的生活 那今天 你讓我質疑你 對不對 你去幫你的小三買房子 你現在存款有四千萬 然後你說你是庶民 然後你去拜蔣經國 為什麼拜蔣經國 我告訴你啊 什麼意思你懂不懂 因為借光 他活人不給他光啦 去找死人借光 去貼死人 你跟蔣經國什麼關係嘛 因為有人說他的頭長得很像蔣介石 所以他就想去跟蔣介 蔣跟蔣經國借光 然後來冒充蔣介石 所以我說他這個就是金馬獎影帝你知道吧 他整個都是金馬獎 他全套金馬獎影帝 全部都是滿大人 他這個 所以這個 活生生的滿大人 國民黨最大的悲哀啦 最後我結束講一個事情 我前兩天聽到一個國民黨一個大牌學者 非常大牌的學者 資深的已經快七十歲了 我尊敬一個長輩 特別打電話給我 子佳這個怎麼辦啦 被韓國瑜搞成這個樣子 國民黨垮定啦 不可收拾啦 國民黨的知識分子 只要有大學教授以上 大家搶著等 走得皮皮搶 因為他這樣子搞法的結果 國民黨一定倒 蔡英文恭喜你 連任成功 雖然這個連任 聽起來是 沒有什麼很好 很光榮的事情 好等一下我們馬上回來 再見